以前这个女人,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牛的公主,她爹是皇帝,她妈也是皇帝,她两个哥哥还是皇帝,她在大唐的地位堪称空前绝后,太平公主在平安之后,开始更加肆无忌惮起来,这回非要花三千万修别墅,关键是,你修自己的别墅,花自己的钱无所谓,可她非要花国家的钱,不要怕花钱,你去告诉卢怀胜,令他即日拨款就是。 遵命,这个卢怀胜,跟她要钱,就给要她的命一样。 你告诉她,这是我的功法,她敢不给。 这下大臣们不干了,就算再有家底,也架不住你这么华。 公主又在西明寺修建太平宝塔,要货不拨款三千万钱。 原来你们几个是串通好了,在陛下面前告我的座。 尽管大臣们对得太平头头是倒,可架不住李战是个宠媚狂魔,口口顺身练起骨肉亲情。 要是我的好妹妹想花点钱怎么了,花点就花点呗。 朕没有一个兄弟,只有太平公主一个妹妹,她的别业佛塔,不能停。 正如太平所说,大唐天下这么大,三千万洒洒水了,可太平还是不依不饶,将卢怀胜给罢免,让自己人摧食接替。 李龙基还想做最后的抵抗,李旦还是坚持站在太平这边,见老爹胳膊肘往外拐,李龙基也只能暂时咽下这口恶气。 这之后太平的野心更大,尾巴更是翘到天上,重要的作章根本不经李龙基,直接报给李旦,这就等同于太平自己拍摆。 更过分的是,他总是请皇子们喝酒,明丽暗里的离间兄弟们的感情,可是李龙基的大哥明示里,根本不受他的蛊惑。 而李龙基又怎能让太平如月,靠着他的带领,兄弟们协力合作的乐曲,加上细星级别的演技,成功打消了兄弟们的芥笛。 古马哪有亲兄弟亲,我们从小一起玩耍长大,同床共寝,一起杀贼出奸,不管他人如何,可我们毕竟是骨肉同胞,哥哥弟弟们,请你们相信我李三了。 聚拢了兄弟亲情,可是更大的货班又出现了,由于太平带头盖别墅,底下人纷纷有样血样,搞得明月四喜幽州动乱,大臣们坐不住了。 可李龙基得知,太平与李旦在外礼佛形影不离,这时候千万不能乱,于是李龙基请大哥出马,假装摔断腿请李旦过来探望,可李旦到了后,发现儿子一点是没有,起得差点发飙,此时大臣及时奏报,李旦这才得知幽州失手。 幽州失手了? 陛下,八月初,突厥骑兵三万围攻幽州。 但这仅仅是个由头,他们真正要上座的还在后面。 恕臣直言,此祸根,乃在肖墙之内。 哦,国有太平,不太平。 此言一出,李旦当即拍桌子发怒,居然敢离见他们兄妹感情。 为了给大臣们争取时间,李龙基则趁机带着全家,来探望自己的好姑妈太平。 另一边大臣们继续发力,将太平散步流言,说李旦立李龙基为太子施错。 见李旦不信,大皇子凌王及时补刀。 姑母亲自对我们弟兄几个说过,三郎不是长子又冷酷无情,父皇立他乃一念之差。 陛下,太子乃国家之根本,动摇东宫,其意图不是不言自明吗? 这下李旦也动摇了,懦弱的李旦终于妥协。 下次将太平逐出长安,太平做梦也没想到,前一秒自己还在长安呼风唤雨。 这回就被李旦逐出了长安。 他知道这都是李龙基的阴谋策划,可太平在朝廷树大更深,他决定以退为进,找准机会再和李龙基平平为力。 太平之所以敢这么嚣张,是深知李旦顾及兄妹亲情,他让手下人收敛起来等待机会,自己写信跟李旦哭诉。 看完信后的李旦也是连连哀叹,加上太平说自己生病,李旦直接放出大招,竟然要大老远去探望太平。 李龙基等人拼死阻拦,太平的心肤的怀真趁机捕刀,建议李旦让太平接回养病,李旦直接同意,就因为这件事,搞得李旦对李龙基十分厌恶,毕竟他只有一个亲妹妹,儿子却有一大堆,等太平回来之后,朝廷又将掀起新的风暴。